在2024年 LCK各大战队经理和管理人员的评选中 当被问到谁是最佳的非韩国选手的时候 有6票投给了兵 他也因此成为了得票最多的非韩国选手 从出道到现在 兵不过在这个赛场上打了4年的时间 但他身上却从不缺少话题 他锋芒外露 总是急切的想要证明自己 他自信张狂 也从不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 年轻 心高气傲 敢做也敢当 都是他最明显的标签 在过去的多年时间中 L票可能逐渐不再缺乏优秀的上单选手 但是像兵这样个性十足的上单 却是L票从未有过的 兵开始了解英雄联盟始于2013年 当年全明星赛L票对阵LCK的比赛 是他个人看的第一场比赛 之后一位表哥在来他家玩的时候 在他的电脑上下载了英雄联盟 兵觉得这个游戏很有意思 于是在表哥走了之后 自己也开始玩这个游戏 兵在开始自己职业之路之前 遇到了很多帮助他的人 他父亲当时也在玩英雄联盟 还经常把他带到网吧去开黑 在很小的时候 兵并没有感受到来自家庭太大的压力 而在学校中间 当时兵上的是湖北黄岗的西湖中学 他和杰克拉夫是同一个学校的 2008年 杰克拉夫代表IG拿下了S8世界赛的冠军 这件事情触动到了兵 他也因此有了想去打职业的想法 当时兵的同学看到他玩游戏玩得很好 也有打职业的梦想 于是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老师 而他们的老师也很开明 让兵白天在学校上课 晚上则免出了他的碗子鞋 让他回家练习一段时间 看看有没有打职业的机会 在这段时间 兵很快就收到了一家 来自职业战斗的视讯邀请 这家俱乐部便是苏宁 苏宁在2008年晋级LPL周 便开始了自己的梯队建设 为自己的二队招募年轻的新人选手 兵当时打上了韩服的宗师72点 这个分数并不是特别高 他还在简历中小心翼翼的加了一个暂时 希望能够得到机会 而最终苏宁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线上视讯之后 凭借自己良好的态度 苏宁决定给他一个打比赛的机会 2019年2月 兵正式加入到了苏宁的阵容名单中间 2019年 LDL春季赛揭幕战 由苏宁对阵FPB 在这场比赛中间 兵也作为队伍的首发出战 迎来了自己的职业首秀 而这场比赛也非常有戏剧性 在这个系列赛上 兵使用了三个不同的英雄 分别是木魂人 剑魔和厄加特 其中第二局的剑魔 在队友的前期帮助之下 取得了很大的优势 兵在这局的发挥也很好 而在双方的第三局中 苏宁则是陷入了长时间的拉锯战 兵的厄加特 是苏宁这边最肥的一个点 但是对手的双C拿了太多的人头 输出非常强 比赛36分钟 苏宁的下路EZ 贡献了关键发挥 在队伍打大龙的时候 还一个大招 把对手的圆股龙给抢了 拿下了双龙Buff之后 苏宁还抓住机会 击杀了对手的中单左翼 而在对手的门牙塔下面 基于结束比赛的苏宁 想要月塔强杀 但兵女和皇子 接连死在了对手的塔下 卡莎打出一波三杀 暴女收下了另外两个人头 苏宁被打出团面 被对手完成了戏剧性的反应波 兵的职业生涯 是一场失利开始的 不过很快在联赛第三场 苏宁对阵VGP的比赛中 兵就拿到了自己 加盟苏宁之后的 第一场胜利 和第一场MAP 但是在当年的春季赛上 苏宁整个队伍的成绩 其实很差 春季赛一共打了24场比赛 苏宁只赢了其中的6场 输了18场 在联赛里面位列倒数第三 而兵在自己的首个职业赛季上 表现也只能说重归重举 在队伍输了大量比赛的情况下 他能够闪光的点 并不是很多 其中 刀妹是他本赛季 最为亮眼的英雄 这个英雄 也是他RUNK时期的一个招牌 63%的韩服胜率 还一度被称为韩服第一刀妹 这个赛季 他的刀妹一共出场7次 为所有英雄最多 胜率也达到了43% 可以说大部分赢的比赛 都是用刀妹赢下来的 除此之外 他并不能带领队伍 走向胜利 此处的他距离LPL可以说 非常遥远 在LDL中间都算不上顶级 想要去打顶级联赛 那更是痴心妄想 但这一切 很快就在随后的夏季赛上 迎来了改变 2009年夏季赛 上单位上 建模刀妹成为了版本热门 而这些战士英雄 恰好是兵 自己最为拿手的 这间接促成了他的个人爆发 这个赛季 他在上路 展现了极强的对线压制力 赛季一共砍下了40次单上 LDL里面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上单 能够在单线上打过他 苏林在新赛季 也一改之前的面貌成功冲入了旧赛的行列 对于一个刺激联赛的选手来说 想要晋级L票 那么首先就要在LDL中间达出名气 至少在LDL中间 能够有一定的统治力 才有资格升入L票 而兵在夏季赛上 是成功的达到了这个最低的要求 与此同时 在当年的L票上 苏林的一队 就面临着一些困难 在引入了Maple 舍舌 以及斯马老贼的情况下 俱乐部的成绩 却并未得到飞跃式的提升 尤其是在上路 BB的个人发挥比较糟糕 苏林只能让原本打中国的Angel 在上路和BB进行一个轮换 而此时的兵 在二队中间 却大杀四方 因此苏林内部有了决定 想要在新赛季 将兵提拔到一队中 不过这个消息 不知道是怎么的 被当时的兵给知道了 而得知自己 即将晋级L票之后 兵的心态就有了变化 他开始憧憬自己在L票的时光 面对次级联赛的比赛 逐渐有了懈怠 在赛季的后半段 兵的打法开始变得消极 他只想在上路展现自己 打好自己的队线 在看到兵的变化之后 苏林的管理 及时出来提醒了他 希望他在比赛中 要做队伍的领袖 带领队伍 好好的打完这个赛季的比赛 而兵在随后调整之后 也不负众望 当年夏季赛 竞技旧赛的 但是在旧赛上 苏林最终是拿下了 第三名的成绩 他的这个成绩 让苏林的管理层非常满意 在打完了和FPB的 三四名决赛之后 兵给自己的刺激联赛生活 画上了句号 更大的挑战 已经在等待着他了 在L票的历史上 经典的垃圾话不在少数 但是像兵这样 刚进L票的新人上单 就能说出 感觉L票没我以前 想象的那么厉害的选手 可能就他一个 而在刺激联赛结束之后 当时其实还有一个人 想要得到兵 他就是PDD 2020年 PDD正在组建自己的新战队 Estar为队伍谋求一个上单 看到兵在刺激联赛 大发神威之后 他感觉兵在未来的发展顺利的话 是有可能去和则下抗衡的 于是他尝试 向苏林报了一个超过500万的价格 但这个提议 直接被苏林给无视了 他们对于兵 同样也有自己的期待 2020年L票春季赛 苏林在第一周迎战RW 并在上路时拿到了首发的位置 苏林在这场比赛前期 取得了一些优势 兵的铁男也多次完成过单杀 但苏林却最终被RW完成了逆转 达野哈罗在比赛中 成功抢下圆武龙 让兵又是吞下了一场败仗 而在这一场输了之后 苏林迅速就把他给换下 换上了BBO来打 他直到春季赛第四周 对阵IG的比赛 才在第二局中替补再次登场 这也是兵第一次遇上子下 对上子下之后 双方在对线上打的就非常凶 兵一直在找机会 想去打出单杀 虽然在对线上 他最终如愿达成了这一成就 但是光顾着在上路对线的 他回头一看 自己的队友早已被对手给打烂了 兵依然未能取得胜利 春季赛上 兵在来到L票之后 并未打出自己在L票的那种表现 当他拿出鳄鱼 猴子之夜英雄的时候 发挥还看得过去 但一旦拿到奥恩这种 简直就没法看 由于春季赛的表现不及预期 有几场比赛更是辣眼睛 于是他和BBOB的这段轮换组合 也有了卧龙凤雏的外号 由于商单位上采取轮换 并未取得太好的效果 于是在转会期 苏林做出抉择 将BBOB转回到了威武 而兵被队伍提拔上了首发 事实证明 这一个操作 对于两位选手 都是最好的选择 兵在L票的第一年 和他在L票的第一年 非常像 同样是经历了一个 比较糟糕的春季赛 也同样是在所有的夏季赛上 迎来了爆发 做完了队伍的首发之后 兵在当年的夏季赛上 终于是有所表现 他再次凭借一众战士英雄 迅速打出了名气 多次完成了对线单杀 从夏季赛的常规赛到GEO赛 他一共单杀了27次 力压走下 那就等选手 成为了整个赛季的单杀王 春季赛 他们未能杀入GEO赛 而在夏季赛上 苏林拿下了12胜4负的成绩 直接来到了L票第一梯队 在自己的高光表现之下 兵也确实是有资格说出 L票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强 这句话 但是在这个赛季 苏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对手 他们就是兵的同学 杰克拉伍领袭了涛博 夏季赛第九周 兵首次对上了369 当时已经拿下了MC 集中杯冠军的涛博 兵强马壮 虽然兵在鳄鱼和猴子的使用上 给到了369很大的对线压力 但涛博 均是依靠更强的整体 完成了翻盘 而在随后的旧赛上 当兵拿出铁男的时候 369直接用一手武器 多次完成单杀 将他那一局的铁男 给打成了1-8 这也是当赛季兵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 苏林在当赛季和涛博 进行了两场交锋上 最终以0比5落败 旧赛也止步于半决赛 不过在最后的一选赛上 状态良好的苏林 狠扫了老干爹 拿到了一个世界赛的名额 并在出道赛季 就有了更大的舞台 2020年世界赛 当时L票的焦点 都是在涛博身上 作为L票的塞后种子的苏林 并不被看好 他们在小组赛中 走得都很困难 首战输了G2 次罗恩输了TimLiquid 而在关键时刻 第一次走上世界舞台的兵 是站了出来 A组小组赛最后一场 苏林迎战G2 在只要取胜 就能出现的情况下 兵在上路 拿出了自己的理解 用一手全能石青岡影 搭配传送 点燃 踢爆了G2 帮助苏林 首先确定了出现名额 而随后 和G2的加赛上 并用船长 打出了自己第一个为人熟知的名场面 晋级八强之后 面对京东 兵的发挥同样是令人印象深刻 这点Zone绝对是感同身受 半决赛上 面对本次世界赛的大者涛博 兵是再次上演了神奇发挥 苏林迎的三场比赛中 他一场猴子 一场武器 军事拿下了MVP 全光帮助队伍 复扯了涛博 晋级到了决赛上 在接连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击败了对手 让兵对于这个赛场 有了更深的了解 很多比赛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那么强弱悬殊 他是有机会 去击败那些看起来 比自己很强的队伍的 决赛的对手DWG 也是如此 年轻的兵 在面对DWG的时候 并不怯场 在上路面对Nagre 他也能自信的拿出剑击 而这场剑击的表现 再次成就了兵 世界赛决赛的第一个武杀 就此诞生 虽然兵在这个系列赛上 招牌进出 但可惜的是 苏林并未一黑到底 在更加全面的DWG面前 他们的办法并不多 而在当时的BP上 苏林也不是很好做 其实当时索粉 一直很想要兵去玩奥恩 但教练插手很清楚 奥恩这个英雄 不在兵的名单中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他根本想不到 兵用奥恩去赢比赛的画面 所以即使很多人都在等着兵玩 但最终 还是被叉烧给否决了 这场决赛 只是让苏林没有了遗憾 但并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2020年对于并来说 收获很多 在LPL以及更大的舞台上 他都是证明了自己 也因此跨入了新一代 顶级国产商量的行列 甚至很多人都给了他 国产低商量的评价 而要坐实这个评价 光靠发挥还不行 他还得拿出像样点的成绩 2021年 苏林保持了自己去年的大部分人马 仅在下落 引入了更加年轻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变动 却在新赛季 让苏林再次沉沦 作为核心指挥的舍舍离开之后 让苏林整个团队都没有了主心骨 队伍瞬间没有人站出来 告诉队友要怎么做了 而去年取得的成绩 也反而成为了并的一个桎梏 拿到了世界亚军之后 对于兵来说 除了冠军之外 其他那些LPL旧赛 亚军 季军这种成绩 他已经看不上了 在比赛中 他很不想输 这就导致他开始执着于自己的上路队线 当时兵在训练赛中 就非常的想要和对手去打对拼 输了就不服 要继续去拼 然后很容易一直死 一直阵亡 这一点索粉对于他的意见非常大 不止一次提过兵的这种死亡 对于队伍的影响非常大 而在上野的联动上 他们两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兵表现得很自信 他希望索粉更多的来帮他 就可以很轻松的赢下比赛 但是索粉在舍舍离开之后 接过了队伍的指挥权 他考虑的更多的是整个团队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默契度只能完全看意识 这样的苏林在2021年迅速跌落 去年的神奇不再 也直接五元了S11世界赛 在苏林队内过得并不是很开心的兵 在合同到期之后迅速成为了转会市场上的宠儿 而他的这一次转会 也让很多人意想不到 在新赛界 兵士很快就确定了下家 并没有脱胎酒 他将会代表RNG出战 在RNG阵容中间 兵士变得更加成熟了 虽然单杀次数没有之前那么多 但是RNG为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其他四个选手都拥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在当年的春季赛决赛上 他也帮助RNG击败淘博 成功拿到了春季赛的冠军 而在本次的MSI上 GS10迎战Nagre之后 兵士遭遇了另外一位韩国顶级上代 周斯 韩国的新盛代最强 遇上了LPL的新盛代最强 他们两人这一次MSI的碰撞 非常精彩 在对抗赛阶段 周斯占据了上风 他在两回合的交锋上 军士胆上了兵 而兵直到MSI的决赛上 才终于找回了一些场子 但是在双方本次MSI的交手上 周斯还是稍稍占了优势 18次的单杀记录 也让他成为了本次MSI的单杀王 所以即使兵最后是拿了冠军 但是在和周斯的交手上 他并不是很满意 他说很希望能有机会 和周斯再打一场 再来到RNG之后 兵士接连取得了两个重量级的冠军 但是在当年MSI夺冠之后 他和RNG的故事却戛然而止 在下集转会期 RNG和BLG突然宣布 双方的上单完成互换 兵随后是转入了BLG 关于这一次的转会 坊间的传闻是 兵在冬季转会期的时候 就是要转会BLG的 BLG当时已经是把苏林的教练组 全部挖了过去 但是苏林对于BLG这种挖人很不满 不愿意把兵交易给BLG 于是RNG就成为了兵 转会的一个中转战 不过从当年来说 这次转会对于兵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他已经拿到了春季赛冠军 而当年BLG春季赛 只有10个世界赛级分 同时BLG在那个时候 队伍相当混乱 其他四个选手的磨合和状态都很畅 而兵在加入BLG之后 并未改变这种混乱 他们在下季赛 最终是一轮游 连预选赛的名额都没有拿到 不过 兵在来到BLG之后 BLG很快就是把他当成了舰队核心 在去年是围绕他重组了战队 其他四个位置的选手全部换人 这也成就了BLG在去年一整年的成功 在兵的身上其实有很多的争议 比如他的稳定性并不高 容易在上路造成连续的阵亡 送兵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其次就是他在英雄的悬用上 并不是很全能的选手 坦克英雄从来都不是他的最爱 最后就是他的张扬 无论在任何时候 他仿佛都有绝对的自信 从不惧怕任何的对手 但是在今年的世界赛上 他输了和369 宙斯以及是下一个直接对决 在成绩上并不过硬 所以也有很多人说他是嘴上没输过 比赛没赢过 但无论如何 在目前L票的上单生态中 并在各个方面 可能都是未来最有希望 去和宙斯抗衡的选手 论年龄 他出生于2003年9月 只比宙斯大四个月 比369阿乐等上单都要年轻 论成绩 他在初到赛季 就斩获了世界亚军 另有一个M赛冠军 和L票春季赛冠军 在荣誉上 也是能接近周四的 那么在新赛季 已经组建了超级全华班的比赫季 能不能有机会 去创造新的奇迹呢 L票的新赛季 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第一天 比赫季就要出展淘宝 那么新的一年到底谁才是最强全华班呢 我们2024年 L票春季赛 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 关注支持我一下 再次感谢大家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